好 现在我来介绍齐门遁甲出行诀 就是阳盘九宫齐门的第10% 第10段出行诀 这个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所以在学齐门遁甲 很多老师都强调出门办事 如果能用齐门出行诀 你将能得到一个好的运势跟气场 那你就按出行诀 出行诀里面它有三种的条件 一种是找出最佳出行诀的盘 不管你要往哪一个方面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方位固定挑选时间 第三 时间固定挑选方位 那我们现在先用第一个 如果我们要往东北方 或者我们要往西南方 那我们在6月23号到6月24号之间 我们有没有从这里 这个都可以去调动的 这个可以调去调动 你要看一天 或者是看 看几天都可以自己去调整 那我们先以两天来讲 所以我们现在就按 第一个按钮 它已经告诉我们 不管你再接 要接下客户了 要干嘛 进修了 谈判了 投资买卖 现在我们就 以七盘 七门盾甲盘中的即使即方 先做三起八门之行为风水 或再往该方位 进行15到20分钟的深呼吸 或喝些水 然后再往真正的目的地 那这个条件非常的严谨 就是说初行诀就是看 用那个所谓的门而已 七门盾甲在这两天的时间 一定某个工位要有修门 升门 开门 井门 一定不能有门 蒲银 门幻银 急行 白虎 空王门破 门置 五不遇 回忆原则 所以我们电脑就很厉害 把它选出来了 它就会告诉你 在23号的凌晨 这个盘可以用 哪两个工位可以用 就是这个工位 70分 这个工位 西北方 80分 那我们解释的时候 就以最高分的 来做解释 你要选次级的 就是第二名也可以 但是 我们以第一名来讲西北方 就是如果你不出门 你想要求好运 你可以在西北方放一杯水 对不对 然后约15分钟以后 慢慢把它 再喝下去 再喝水的同时 冥想心中想达成的事情 这样也有帮助 那如果要出门办事 你先向西北方前行 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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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 4的动作 做完以后 再往你真正的目的地去 那总共两天 你看就有这么多 时间点 可以让你去做挑选 做挑选 如果你没有软件 你想要去用一个版面 把它看出一个 这个真正可以用的 也不那么简单 因为他要考虑的 这个层面是蛮多的 要考虑到 有没有门破啦 有没有 对不对 白虎激情 反 门制 反林浮影 这些 所以这一套 真的 对你 如果有在办事情 有在做生意 或者是做业务 真的 对你帮助是非常大的